瓜哥 原因是你 你有沒有平常有一種習慣 就是你吃完飯之後就馬上刷牙 吃完應該馬上刷牙 可是醫師跟我們講 15分鐘到20分鐘是最好的 原來你有這樣的嘗試 對 什麼叫嘗試 可是問題發生在哪裡 15分鐘 20分鐘 你不會準時 我常常是忘記拖了那個時間 出了門才想 我今天沒刷牙來 對 我們常常都這樣刷牙 你出外景怎麼辦 出外景就很難 刷 我覺得應該是要 像我早上起來我都先吃東西 可是有人說要先刷牙 我說先刷牙再吃東西 那你不是要再刷一次嗎 對啊 我的習慣也是這樣子 就是一定要先刷完牙再吃 因為當我們起來的時候 口腔的很多細菌 也許是把它給吃進去 如果你沒有刷牙的話 就可能不好 其實有細菌不是光刷 都刷得乾淨的 好不好 所以很多的生活習慣 本來就要照顧牙 沒錯 原來這些不行不在意的小習慣 對身體造成大傷害 是的 來 習慣意在浴室滑手機 當心痴瘡機率提高70% 對 而且在浴室滑手機 有可能會這樣 馬腿才危險 你們都在笑我 我跟你講 我們在最近運動 我覺得我不會在滑倒 因為我的反應是不錯的 結果有一天出外景 走著走著 我就剛好一下車 跟觀眾打招呼 然後我也 我跟你講 我連摔倒的過程都沒有 我打招呼 我跟旁邊 真的假的 帥氣 上個月的事情 那個磁磚特別 它有一塊磁磚 結果呢 我不是滑手機也沒辦法 我只是大家打招呼 我就到地上 可是我 我看到旁邊的觀眾 也沒有人敢笑 他就嚇一跳 我怎麼不嚇一跳 他嚇一跳 可是因為我沒有那個過程摔倒 我沒有那個空中飛的過程 沒有 以前我曾經摔過 我知道我會看到 我腳在空中飛嘛 對 可是我就只要 瞬間那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到地上 然後我今天先不動 我先看我腳有沒有斷 還是哪有不斷 也沒有地方痛啊 然後我旁邊的助理 就把我扶起來 我就繼續走 現在是這麼多 你很怕就對了 我的意思是說 浴室也是滑 對 哪裡都沒去 所以你滑走 你不注意就可能會這樣 不是長痔瘡而已 對不對 其實大家如果 稍微回想一下 平常坐馬桶的那個感覺 你坐在馬桶上的時候 其實你身體裡面 所有的張力 所有的壓力 都會在那個肛門上面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說 如果你坐馬桶的時間 超過十分鐘 你的痔瘡得到的機會 就會增加百分之七十 那我們之前就有一個案例 是一個男病人 他是陪著太太來就診 但是我們在跟他 問診的過程中 發現先生在旁邊 點頭如倒算這樣子 後來就轉過去問先生 才發現 因為我們剛剛問的 十個症狀裡面 先生就符合了十個這樣子 然後後來問了以後才知道 先生其實排便習慣也好 也有運動習慣 他唯一有一個點 他告訴我說 他就是一整天最放鬆的時候 就是坐在馬桶上面的時候 上完廁所 他會坐在上面 滑手機滑 滑個一二十分鐘 光是這個動作 就可以讓痔瘡跑出來 結果那一個看診 到最後的結局是 媽媽看完了爸爸的痔瘡 比那個媽媽還嚴重 還開刀的是爸爸 我們常常講說 不要坐太久 到底多長時間叫酒婚 我們會希望 能夠三五分鐘 就把這個糞便 很順利的排出來 可是有時候 那個糞便很堅強 關注的抵抗 對啊 你是要出來 頭又出不來 卡在上面 會超過五分鐘 所以理論上來講 在十分鐘以內 他的痔瘡機會都不會那麼高 你就放棄了 對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就乾脆起來走一走 你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有異異感的時候 多喝點水 再來上廁所 總比座外上面擠 對這個肛門的壓力 會好很多 是 那我也是有痔瘡的困擾 剛開始我就 美女也會有痔瘡 美女也會有痔瘡 剛開始我就上廁所 我就覺得 很不舒服 那我也沒有管她 因為就覺得說 可能過兩天會自己好 那可是過了一段日子 我還是覺得 好像越來越不對勁 我就跟我媽說 她就給我一個黑風油 叫我擦 那我擦了之後 我就覺得 好像有好 可是在一段日子之後 她還是一樣 甚至更嚴重 就大便出血 那這時候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去看醫生 我就打聽 然後我朋友介紹我一個中醫 在馬來西亞 聽說他很有名 他就跟我說 這是痔瘡 然後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就是吃藥 然後讓她自己看 會不會縮回去 但是她縮回去之後 她還有可能會復發 那第二就是把它切除 那我就怕很痛 因為那切除 我們聽到切除 就以為是開刀什麼的 但她說 其實過程都不會痛 那我就說好吧 就長痛不如短痛我就做 她就先把麻醉要打上去 那針真的很痛 那我就說 你不是說不會痛嗎 沒有 只有打針會痛 這一次也是這樣跟我講的 對啊 她說過程不會痛 但是會打麻醉一針 然後打了之後 就針了完全到結束 都沒有痛 那她就說你過五天再來 那我過五天再去 她就把那個 乾掉的痣瘡剪掉 終於乾掉 為什麼都是乾掉 我們試不切掉 她說這個療法 是我們比較早期的時候 就手術比較沒有那種風情的時候 用了枯治療法 還是用燒的 所以像現在燒 我們可能會用雷射電燒 會用電燒刀 比較精準的去定位那個位置 但是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用一些化學藥劑 或是一些腐蝕性的藥劑 去針對她那個痔瘡的部分 尤其是內置的部分 去燒焯 燒了以後讓它乾掉 為什麼以前有人說用綁 也可以用綁的 它其實意思是差不多 就是讓那塊壞死掉 讓它血沒有 綁的話就是 把那個凸起來的內置 綁起來讓它沒有血流 它乾掉它就掉下來 但這個會有一個風險就是 你在燒的過程中 你不知道你會燒到旁邊 下面是肌肉 它旁邊還有很多人血管 所以它被控制性 有的時候會有點欠佳 所以大概差不多15年前 這個療法就被摒棄了 不是開刀痛 後來 是後來 你後來不會痛嗎 恢復的時候 因為你的擴葉劑 會一直伸縮伸縮 那個傷口會很痛 可是它完全沒有痛 就是到今天完全沒有疼痛感 還有一個情況也是滿尷尬的 我在有碰到門神 遇到一個病況 是中年的女生 她的問題就是說 她會覺得 她有時候內褲 有時候發現有一點腎便 就是她排便的時候已經排完了 我說你是不是自己擦不乾淨 她說怎麼我很認真擦 都擦得很乾淨 可是她有時候過一段時間 下次洗澡的時候發現 就還有一點點腎 排便有點腎 量又不是很大 又不是到真的什麼大便濕境 這麼嚴重 沒有 就是一點點 她很困擾 困擾她 所以後來我們只能說 是不是痔瘡還是什麼問題 她想要檢查一下 我們有幫她做個檢查 後來有在做肛門的壓力測試 發現沒有太大的什麼問題 可是她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她的肛門的過夜機 她有時候會不正常的書章 後來我問她的平常排便的習慣 她就是這樣子 在上大號的時候 就她一直想要把自己的排便上乾淨 然後就上了一點點出來之後 她就開始有時候滑手機 有時候看書 就等待下一次的感覺來 有時候 然後就又很用力 對 她這排便的時候也很用力 很可能坐得住那麼久 腳會麻掉吧 她就順便娛樂看書這樣子 然後她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她用力的時間太久了 就是她排便用力 剛門口用力的時間太久 然後等到你就是已經上完廁所 出來活動的時候 那個肛門反而是會反射性的書章 這時候就聲音一點點變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狀況 其實最近一些網路上有在討論 所以有些人他會在進了書局之後 會有一種想要排便的感覺 不一樣 我到書局翻了就 那是我 很困難 對 他們這個把它稱為 叫做 就主要有一個讀者叫做 清木真離子 然後他就是上網去問人家說 請問為什麼我每次到書局 都會想要大便 想要找廁所 然後後來真的是 很多人熱烈的討論 然後日本的一個精神科醫師 還拿出來做評論 他說這可能就是一種 類似制約的現象 就是他平常在家裡 就上大號的時候就在看書 就可能他連結就是上大號跟書 對 連結上 所以他到書局的時候 他就是 潛意識人就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大便 因為像我的浴室一定要放書 而且我一定要上大號的時候 我一定要看字 如果沒有字的話 有一次我去人家朋友家的廁所 他家都沒有放雜誌 沒有放書 我只好去打他櫥櫃 拿那個 那個什麼消毒劑 還什麼的拿起來 讀那個場所 讀完兩罐我才上出來 你知道嗎 你這是什麼樣子 我沒辦法 我一定要看到字有秩序 他的習慣 這也是習慣性 好怪喔 像我去產檢的時候 你知道產檢每次都要等很久 然後那些孕婦們 就真的每個都 就是眼神放空呆滋 很無聊都喜歡觀察 旁邊的人在幹嘛 然後有一天 我就是真的等太久了 我就看到眼睛前面 晃過一個辣媽孕婦 然後後來我就看他 走到那個藥師旁邊 藥局那邊去拿藥 然後那時候我就挪... 挪我的椅子 到藥師旁邊那個椅子 然後就偷聽他們在講什麼 然後藥師就問他說 現在是內置還是外置 有掉出來嗎 如果沒有的話 擦這個沒有... 就講... 講一講之後就... 原來辣媽以後有痔瘡 然後我就意識到說 可能以後我也可能有痔瘡 然後我就是那一陣子 就是因為懷孕之後 真的會便秘比較嚴重 我以前是... 也是習慣我會帶手機 進去廁所滑 可是我大概滑兩下就大碗了 就是很順 可是自從懷孕之後 我是真的滑滑滑 真的有滑到 快一個小時這麼久 然後腳都麻了 便便一點動靜都沒有 就這樣連續三天四天都沒有動 因為注意力不再大便 對 後來... 而且那一陣子我坐椅子的時候 超尷尬 結果我坐下去會... 然後旁邊人說怎麼了 沒事... 就是我會覺得屁股 好像有東西刺到 然後我就覺得很尷尬 又覺得這件事情 要離我很近 然後自己是營養師 怎麼可以這樣呢 所以我現在就是直接 第一個我先把手機丟旁邊 就是真的上廁所 我就不帶手機 然後飲食上面 我特別注意是 我會吃水分比較多的蔬菜跟水果 然後隔天要再喝豆漿或很多水分 我發現我一直這樣搭配起來之後 大便超順的 像我今天就大兩次 那我今天一定要準備一個食物給你看看 我一個獨門小秘方 然後它準備的食材很簡單 就是酪梨 然後番茄跟蘇打餅 然後它會變成 那為什麼要加餅蘇打餅 因為就是其實可以增加一點下午的口感 然後有一些澱粉增加飽足感 因為很多人下午喜歡吃甜的 然後吃完之後 其實甜食會讓便秘更嚴重 那我用這個酪梨它其實是油脂 然後選這種比較熟的酪梨 它的那個口感會有一種 絲滑的奶油口感 很合理 對 然後裡面 大番茄裡面的種子 水分超高 所以你就把酪梨跟種子打在一起 就變酪梨醬 然後把酪梨醬再搭配這個番茄 放在餅乾上面 就可以變一道下午茶點心 很棒 不想要碰到澱粉的人 就是下午也可以吃這樣的沙拉 而且這很明顯 一看就知道這是自便秘的 不會 他怎麼會自便秘 剛剛我想到了 剛剛會想到的感覺 就沒有人 難怪想到什麼醬子都不吃 有點香 吃一口嗎 等一下很快就結束 我跟你講這個生活習慣當然要改 可是你飲食也很重要 對 我記得我長症狀之前 就是因為 工作忙 熬夜 又餐餐在吃麻辣鍋 現在發起來很快 睡眠不夠又吃火 其實懷孕也很容易 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他本來懷孕 懷孕前其實沒有痔瘡的 他都是因為懷了孩子 然後後來有痔瘡的 不過我們補充一下 其實懷孕當中的痔瘡 有一半的孕婦 在生完小孩三個月之後 會慢慢回復正常 所以也不要因為想到說會有痔瘡 所以就不要懷孕 大家正常報國 對 習慣了 其實打噴嚏這個大家一般都有 尤其在台灣就過敏的情況那麼嚴重 打噴嚏有時候其實 你噴嚏噴出來 那個時速其實很快 那力道很大 對 力道很大 時速可能有到 對 所以你用手去捏住的話 你看像這個模型 你的氣管 你的氣就是肺部 肺部的氣 然後從那個氣管這樣噴出來 其實第一個會影響到哪裡失道 然後還有你的鼻子 甚至我們鼻子後面的鼻炎部 有一個耳煙管 甚至有的時候鼻涕 會被你沖到你的耳朵裡面去 有些人 而且除了這些地方之外 我們要看像我們感冒的時候 感冒的時候就是 鼻子裡面是充滿了細菌 可能就是有些人 有鼻痘炎的現象 然後你這時候 忍住打噴嚏的時候 甚至會有一些不好的情況發生 像我之前陣子就是有一個 眼科轉過來給我的病人 他跟我眼科醫師說 他來的時候眼睛 整個右眼都腫起來 跟金魚一樣突出來 然後看東西會有兩隻腹飾 我想說這不是看眼科嗎 怎麼會來看耳鼻後科 然後眼科醫師就說沒有 他幫他做電腦斷層的時候 就發現他這個可能 他有合併有一些鼻痘炎的現象 他我們這個病人 是大概三十幾歲左右 他感冒的時候第一個 可以看到我們鼻痘其實是在 眼睛的附近 其實我們眼睛周圍都是空的 我們的臉不是實心 所以這些黑黑的是正常的鼻痘 如果你感冒的時候 這個就是有些灰灰的地方 這個就是有鼻涕 或者是就是有細菌的濃 如果你用力的話 用力捏住鼻子打噴嚏 這時候可以看到我們鼻痘旁邊就是眼睛 那個鼻痘跟眼睛 其實那個骨頭是很薄的 我們在做手術的時候 看到其實拿下來的骨頭是 對 有時候太用力的時候 就啵一聲 那個病人就形容說 他的感覺就是 對 然後最後濃都跑進去眼睛裡面 這時候就需要緊急手術 如果沒有的話 即時減壓的時候 他那個四神經 其實你只要缺血幾分鐘 就甚至就會 所以第二張我就有點看不懂 他從哪個角度看 這一張嗎 這一張是這樣切 正面嗎 就是你看從正面看然後這樣切 這樣切 對 所以你從正面看 對 所以上面那兩個黑都是眼窩 對 這是眼睛 這兩個是眼睛 眼窩 這是顴骨 白白的顴骨 不然觀眾看不懂 像那一張那兩個圓圓的 像荔枝的眼睛 這兩個是眼睛 對 這個是鼻痘 從頭部這樣看一下 應該是從側面 正面 對 正常的鼻痘都要是黑的 這因為是 它是感冒 感染 有鼻痘炎 所以這個才會都是紅色 一個是像這樣看 對 看過來 對 一個是正面這樣看過來 對 沒錯 所以也會有 鼻子馬上找出 你看你有鼻痘炎 輕微的 一般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 免疫這些東西 對 這還是可以 另外還可以看到一些像是 你這個有些像鼻肉 還有鼻中隔彎曲 這個都可以看得出來 是 對 我是一個天生 對於鼻子 就是非常困擾的 因為我有 所以是整套的 所以像鼻子過敏 我只要一鼻子過敏 我就是眼睛 還有整個頭都會脹起來 甚至有時候不舒服到 我會覺得我下一秒就要昏倒了 就很不舒服那一種 但我自己也很抗拒吃 抗主治安的藥 後來我有看到有個記者 他就去有點像是 去做一個手術 他說很簡單 他說十分鐘 可以消除你的下鼻甲 後來去問了以後 因為他一定會做一些斷層掃描 看看你鼻子的狀況 後來也發現 好像我也有鼻中隔彎曲 他就說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你要做鼻中隔彎曲 一個就是十分鐘的下鼻甲 他說因為我下鼻甲 就是縮小裡面的那個 他就有點類似 鼻子裡面長了一個 席肉這樣子 所以會阻塞我鼻子 然後鼻中隔彎曲 只會促使他就一直這樣 更擠塞 臃腫這樣 後來我就選擇十分鐘的下鼻甲 然後我就覺得應該OK吧 就第二天去做了手術以後 我就很後悔了 為什麼 因為他太可怕 因為其實不會痛 因為麻醉 可是那個實在太不舒服了 你想想看有個管子 他整個插進你的鼻子裡面 到很深處 你會覺得好像要到你喉嚨了 很深處 然後你聽到 嘰嘰嘰嘰的聲音 因為他要用那個管子去抽出 好像類似鼻子裡面多餘的水分 對 這樣抽出來 他在吸就是這樣 對 你可以感覺到吸 而且你真的超棒 他那個管子有 就突然失手 對 真的後來大概十分鐘就結束 可是因為他必須要止血 也很多血塊 他就拿一個長到 大概這麼長的 然後要塞進你的鼻孔 用力 而且我聽到我骨頭這樣 嘰嘰嘰嘰嘰嘰嘰 然後就這樣撕在進去 然後就 我發誓我再來不要做這種手術 不是做這一次就好了嗎 因為他說 因為他只能維持大概三到五年 其實最好是五年 但是他說其實像我這種 如果不治標不治本的話 可能兩三年就又找回來 對 所以你是治標而已 對 那你現在呢 我現在覺得 呼吸空氣就是非常暢通 不是 你有沒有在犯 可是我鼻子過敏還是一直持續 所以我只是消除我的鼻塞問題 但是我的過敏還是很嚴重 其實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那個朵朵講的 百分之七十的人 都有鼻中的彎曲 鼻中的彎曲會造成什麼 不會造成你過敏 只會讓你鼻塞 鼻息肉 我剛有聽到鼻息肉 對 下鼻甲 對 他其實我們台灣人 就是其實對鼻肉跟鼻息肉 有點分不清楚 鼻肉 下鼻甲 就是我們俗稱的鼻肉 就是在這裡 如果你 我們看到 就是像假如你在這個 原本的下鼻甲的地方 上面這附近有多一團灰灰的 這個叫鼻息肉 鼻息肉是不正常的組織 鼻肉就是我們下鼻甲肥厚出來 所以多多以前的那個 可能是下鼻甲這裡會變得很肥 對 很肥 然後因為是過敏造成的 過敏是一個慢性的發炎反應 所以它會讓你的黏膜就是慢慢的增生 最後就是把你鼻子整個塞住 然後你就會呼吸不到空氣 所以你做的手術 應該是下鼻甲的剪肌手術 對 不管是用電燒 或者是用剪的 那個都是讓 目的就是讓你的下鼻甲變得比較小塊 對 然後你再可以呼吸 可是你下鼻甲把它弄小塊之後 你的過敏還是在 對 因為過敏是我們人的正常反應 對 就是它要抵抗我們說 因為你這過敏就是對你的身體來說 你是不好的東西 所以你不可以說一直侵犯我 所以它就是會讓你產生一些 打噴T流鼻水不舒服的症狀 讓你去遠離它 那做得了治療嗎 這個就是第一個 可能可以用 鼻噴劑改善你的鼻子 再來就是你可能做一些減敏療法 或者是補充一些益生菌都OK 對啊 我們這邊簡單的模型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上二的模型 那我們的上二我們可以看到 上二的上方有一個空腔 這個空腔叫做鼻豆腔 也就是說我們口腔跟鼻豆腔 就像是一樓跟二樓這樣的關係 中間有一個隔板隔開 那所以說我們在做上二的手術 在拔牙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會很小心 然後請病人回去之後 不要用你醒鼻涕 不要用你打噴T 那有一次有個病人 我們一樣是這樣交代他 因為他把上二的牙齒 我們就叫他不要用你醒鼻涕 不要用你打噴T 結果他誤以為是我們叫他不要打噴T 結果他打噴T的時候 反而就捏住鼻子 那這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打噴T的時候 剛才陳醫生有提到 那個壓力很大 你把鼻子捏住之後 那個壓力會變得更大 所以說口腔跟鼻豆腔 中間那個隔板就破掉 破掉然後產生 對 這個就叫樓管 所以說像這個情況 我們回診的時候 發生病人有這種情況 我們就趕快幫他安排手術 幫他把那個破掉樓管修補起來 然後同時用抗生素去做治療 如果說發生這種口腔跟鼻豆腔 相同的情況的話 我們一定要趕快做處理 不然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食物可能就跑到鼻子 跑到鼻豆腔 然後可能性就跑到鼻豆腔 產生發炎感染 然後賣性鼻豆腔這些症狀 然後還好這個病人 我們幫他做了適當的處理之後 他那個破洞的地方 是有被修補起來 然後後續也沒有再產生 所謂鼻豆腔的現象 所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像這樣子的例子 其實也會發生到我們自己醫生身上 我們之前有一個 就是一樣是同事這個外科醫師 他非常愛護外活動 然後愛潛水 然後他常常潛水 有一次他就因為潛水 壓力改變的關係 得到了那個 然後這個中耳炎 其實剛開始也沒那麼嚴重 不過因為他長期要看診 那看診的時候 有的時候還是會想打噴嚏的時候 那人就是有時候有藕包你知道嗎 有藕包 打噴嚏的時候想說戴著口罩也還好 他就忍住了 就那一次打噴嚏的時候忍住 那個充力太大 這造成他中耳炎的整個症狀的惡化 所以最終他需要有一個簡單的手術 必須要把那個就是 耳膜那邊戳個洞 讓裡面的濃水能夠流得出來 所以還是不要太有藕包 打噴嚏大家是建議說 那個戲劇會不會傳過來 對 坐一下就好 坐一下 對 這是人之常情嘛 什麼打噴嚏 放肚打嚼 打嚼 打哈欠 對 這沒辦法 第三個 咬很輕的東西 小心牙齒斷裂 吞下肚 我們曾經有一個病人 他本身的牙齒狀況很不好 他很多顆牙齒都做過根管治療 但是做了根管治療之後 又沒有套夾去保護這些牙齒 那這個病人他有一個很壞的習慣 就是他很喜歡咬硬的東西 有一次他就是啃雞骨頭 然後啃一啃 結果牙齒就碎掉裂掉 那因為那個牙齒實在是裂得太嚴重 所以我們只能把它拔掉 所以這邊要提醒各位朋友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如果說牙齒做了根管治療 一定要套夾保護它 不然它會變得很脆弱 這個病人他牙齒裂掉之後 我們當然就是把它拔掉 結果一個禮拜之後回診之後 我們發現嘴巴張開一顆 發現他裂了另外一顆牙齒 我看到之後我就很驚訝 我就跟他講說 我不是交代你不要啃雞骨頭嗎 他就說他沒有 一般來講我們就是口腔有手術 譬如說拔完牙之後 都會請病人冰敷 然後盡量吃涼的食物 結果這位老兄他就給我含冰塊 他含冰塊就算 他還給我啃冰塊 那一定 所以就是因為啃了冰塊之後 所以就裂了另外一顆的牙齒 所以本來只裂一顆 現在變裂了兩顆 買一送一 對 我覺得像我們很喜歡咬甘蔗 南部人的 對 咬甘蔗的 很強 比賽 我們還拿來比賽 誰最快 那些老人家牙齒都特效應的 很強的 可是真的有人吃吃吃就裂開了 對 其實這是很不好的習慣 一般民眾的概念是認為說 雞肉是要鍛鍊的 牙齒也要鍛鍊的 對不對 我們碰到螃蟹用咬那個 蚯蚯 對 我常常在咬旁邊說 不要咬 不要咬 可是我已經咬下去了 所以說像這種太硬的東西 我們最好還是 因為我們人類已經進化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靠這些牙齒 去咬螃蟹 我們可以藉由一些工具 去達到就是這些小 你看狗狗不是這樣 你說啃骨頭的那個對不對 狗狗都沒有手 牠就怕斷下來 牙節骨 牠就一直在那邊接 有沒有 但是等一下牠們在刷牙 那不太一樣 可是狗狗為什麼不會牙齒斷 對 為什麼牠是斷念出來的 狗狗可能要我斷掉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可是像我家小朋友 那時候牠就是 也是去看看那個兒科 然後其實兒科有鼓勵牠 就是說牠其實要多咀嚼 尤其是像什麼 然後好像要訓練牠這個地方 然後 而且牠多咀嚼 牠的鼻腔好像也會比較通 咀嚼跟咬應該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嗎 其實瓜哥說得很正確 就是我們咀嚼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適當 就是說你吃東西 譬如說你吃芭蠟 那我們就要留意說 這個芭蠟子會不小心咬到 如果說你吃芭蠟的時候 不想咬到芭蠟子 或者說吃排骨好了 不喜歡吃到 骨頭 這排骨咬到 脆骨頭 牠子可能就因為這樣裂掉 了解 所以說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除了要避免這種太硬太特別的食物 譬如說像螃蟹之外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盡量就是細嚼慢咽 才可以避免悲劇發生 我可能就是剛剛林醫師說的 那個未進化的人 因為我就是 我很喜歡啃骨頭 然後不僅是就是一般的 比如說雞腳或是什麼的 因為我自己 我都自己下廚 然後會拿大骨頭燉湯 不管是雞骨頭 或是豬骨頭 大骨 那我覺得 而且攀附在肉上面 攀附在骨頭上面的肉 又特別香 對 所以我就很喜歡啃 那就跟小吃一個脆胚吧 對 對 就超香 然後我就自己有一天 就在那邊啃 然後啃一啃 就聽到 後面就是左邊 後面的那個大舊尺 突然就這樣 就裂開 然後就有 對 就後面的大舊尺 我就完蛋了 可是有流血 可是沒有說一直流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隔天才去看醫生 結果後來醫生到醫生 他把我照了X光之後 看了片子 然後他說 你這個牙齒也要拔掉 我說他為什麼要拔掉 他說因為我 因為牙齒 我是這樣從旁邊這樣子吹 然後他就說整個要拔掉 然後因為我完全沒有任何地基 可以做 直接做牙套 等於說我要把牙齒整顆拔掉 然後做直牙 可是因為直牙真的很貴很貴 而且就是他直牙 我那個又是舊尺比較深 所以他要把肉割開 然後再把睡在裡面的牙齒 整個拔 就要拔乾淨 然後他要再鎖螺絲上去 對 鎖完螺絲 然後要等 就要等你骨頭恢復 大概好像要等兩個月 然後就是長好 然後之後再去做直牙 對 我覺得上面牙齒保護好 身體就好一半 對 下面膝蓋要保護好 對 膝蓋不好 也是完蛋 對 我可以補充一下 剛才Tiff 你說的 就是說為什麼牙齒裂掉 會需要拔掉 其實我們是看它裂的狀況 如果說它是裂在比較表層的牙罐的話 那我們可能可以 藉由就是填補的方式 或者是住的稍微 如果稍微深一點的話 就是根管治療 然後套甲這樣子 但是萬一如果說真的裂到牙根的話 這個牙齒大概就留不住 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裂到牙根的話 細菌會順著那個牙根 然後往下擴散到周遭的牙瘡 造成感染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牙根就像是房子的地基糧柱 如果說你的糧柱都已經損毀的話 那這個房子註定是會垮 所以說那個牙齒需要拔掉 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之前有碰一個病患 也是一樣 它是剛做好牙齒 它自己忘記了 然後就是一樣 就是剛剛提到 這樣吃那個螃蟹 當時它是讓有工具 可以去把它剪碎 但是它沒有實用 它就自己想挑戰看看 那時候咬的時候 它自己也沒有特別什麼感覺 它是到晚上在刷牙的時候才發現 它怎麼牙齒好像少一顆 我明明已經補好了 怎麼這個又不見了 然後它就後來就是隔天 它一神氣很大 它就去睡覺了 隔天的時候 它就跑去 它就跑去那個 已經在螃蟹身上 去就醫 然後醫生就說 你怎麼拖一個晚上才來 你昨天怎麼不來 你現在才來 現在來我也沒什麼辦法 他就跟他講說 你就回家 就注意看大便 看會不會大出來 他就每天注意看 結果後來三天的 都還沒有排出來 他就來掛我的門診 那時候門診我就想說 好 那我們先確定一下 到底有沒有在肚子裡面 幫他照一個X光 發現在盲腸的地方 真的那個牙齒還停在那個地方 因為還會發亮 吊不下來 後來就沒辦法 我們就想說那麼久了 怕它在裡面 他是說因為其實那個牙齒的根部 好像有個螺絲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說 在那邊待太久了 排不出來還是有點危險 我就坐大腸鏡去把它去檢查 後來找找找找 真的在盲腸的地方找到那顆牙齒 真的耶 對 好現實喔 對 下面你看尖尖的 下面好像是一個螺絲 一個螺絲 然後下面是尖尖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內視鏡到他 那個盲腸 那個盲腸可能之前有一點 曾經有發炎過 所以他剛好類似像一個氣勢一樣 他有一個洞 他就躲在那個地方 躲在那邊 他就排不出來 那時候其實我們坐的時候 有點驚險 因為你看他旁邊尖尖的 很怕 然後他有割刀的腸子 他為什麼講這段 是說他的藝術很好 我都不會發抖 我就專門夾這個的 專門夾這個 各種醫物我都夾過 其實聽完大家分享 我覺得不難發現現在的人 就是牙齒真的比較容易脆弱 包括骨頭也是 可是其實跟我覺得 跟缺鈣也脫不了太多關係 因為現在國人真的 營養調查的普遍 發現有八成以上的人都缺鈣 那在營養門診上面 其實比較少遇到就是 吃硬的東西 然後牙齒斷掉來找我們的 通常是我們在巡視病房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我就遇到 有一床病人 他的 然後這時候就要會診營養師說 他的飲食是不是有需要調整 那我們就跟廚房那邊叮嚀說 把他的葉菜類都剪細一點 有梗的不要 然後我們已經弄了豆腐 又弄了蒸袋 又弄了絞肉 就是盡量讓他都是 軟脂飲食的方式 可是他還是喊痛 而且已經喊一整個禮拜 是到時候照護他的護理師 發現他的牙齦腫起來 然後會診牙科 後來牙科才發現說 他有一根魚刺 直接是倒插在牙齦裡面 然後對 他都沒有發現 可是每天他只會喊牙齒痛 是因為他的那個家屬 提了個魚湯來 然後他就吃 然後魚刺直接插在牙齦裡 他都不知道 然後造成整個牙口 就是牙齦都發炎 很危險 來 我們看看還有哪些壞的習慣 彎腰搬東西 知識錯誤 腰椎受傷 一般來說如果正確的 正確實力的姿勢 如果東西是在一個重物 在低位的地方 應該是要蹲下來拿 膝蓋也要彎 你膝蓋要蹲下來 然後整個下盤的力量 要放在下盤上面 然後把它提起來 那我要講的就是 因為我們在醫院裡面 常常有那個看護阿姨 他會幫忙搬病人 那在搬病人的時候 可能不像我們護理人員 這麼有經驗 直到要蹲下來借力實力 所以他就用一個 彎腰的方式去搬 有一次他失利的時候 就造成腰椎滑脫的情況 那是痛到直不起來 本來以為是普通閃道腰 後來才發現說 整個椎間盤就這樣突出了 所以後來收到神經外科去 還開了一個滿大的刀 然後之後還要傳護腰 可是這種年輕的時候 真的不會注意這麼多 對啊 不會 都是到了 不是啊 不是說年輕 你現在打高爾夫 你看 剪球不可能這樣剪 對啊 超難看的 可是那是怎麼那麼帥 沒有 但沒有人這樣剪 你都把自己剪球 然後大家鼓掌就... 所以你會拿那個撐著嘛 對 你有沒有拿 泰克物質這樣剪球 對 這樣是壞的 這樣是壞的 可是這樣是不對的 對 這樣就是不對 這腰椎其實是有傷害的 其實正確是應該是這樣的 那真的很難 我現在真的 我現在什麼都是這樣剪 鑰匙吊我也這樣剪 什麼 因為我就... 因為以前我就是有彎腰錯誤 然後就整個散到 散到 不能起床 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幫我岳母搬家 這個你搬了什麼東西 我搬了一個小冰箱這樣子 那因為為了展現 我除了搬小冰箱很厲害 我在冰箱裡面 疊了一些別的東西 所以第一個我去彎腰 我就直接這樣彎腰 去這樣拿你知道嗎 拿起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 怪怪的 很鬆的 可是那時候很年輕 三十幾歲也沒想那麼多 可是再來是他的 搬到新家那個樓梯非常陡 然後他們家住三樓 硬撐這樣很懂 這樣走不上去你知道嗎 到三樓 然後那天搬完以後 還沒有覺得怎麼樣 就覺得好像... 怪怪的 第二天早上起來 通常我們起床不都是這樣 起來 然後就搬床 起不來了 我是... 完了 起不來了 然後就覺得是不是我太冷 還怎麼回事 太冷 我是後來是這樣滾到床... 用滾的 用滾的 慢慢繳在下來 然後就覺得我好難受 然後就休息了很久 這樣整整去... 整骨整個三個月 弄半天 後來從那天開始 現在不管什麼東西掉了 我一定是... 蹲著 對 我一定蹲著 還好我不打高爾夫球 不... 真的要注意 常常閃掉 像我洗頭有時候 你早上起來你要來露營 你總不能頭髮是閃的 可是你又不要... 又要進去重新洗一次澡 你就會在浴室是這樣 蹲著 那個臉... 臉封頭這樣 完全... 不得了 起不來了... 起不來嗎 起來那一瞬間超痛的 然後就痛好幾天去看中醫 就是追尖盤就跑掉了 又找理醫師了 對 要瞧 但是你總不能這樣蹲著小 包豬棚 喝水啦 好... 好... 我會有分享一個案例 也是這個... 她是個中年 差不多60歲的一個婦人 她... 其實我覺得她滿可憐的 因為怎麼說 就是她來看我們診的時候是 然後她說 我就說你怎麼了 她就說她三個月前剛開刀 她說腰受傷 她就說她三個月前 她的子女兒 她的腳扭到 她子女兒大概20多歲 扭到然後她的妹妹就說 你可不可以帶她去看病 她就很好心 她就帶了她的子女去看 那時候就坐輪椅 看完診的時候 就從醫院出來的時候 有那個障礙的斜坡 她就這樣推 推著她的子女這樣往前走 結果那個斜坡的速度 比較快一點 她兩隻手有點跟不到 跟不到 她就有點往前 就往前一下子的時候 她突然覺得腰部就一個閃電 整個墊一下 整個腳從屁股這樣麻麻麻 到這個小腿 然後當場就軟腳 就直接好像要跪坐下去 然後後來她的子女也發現 不就趕快刹車 然後回來說 就說阿姨阿姨怎麼了 後來發現她真的站不起來了 站不站不起來 那當場就是抬到那個急診室去 後來就發現真的椎間盤突出 就去開刀了 開刀完又再躺一個月 整個人也變胖 肝功能異常 然後各項指數都像血糖 血脂肪都上升 比她的子女還嚴重 小動作 可是我覺得不會改 像那個牙齒咬斷 Tiffany 你現在咬的東西 還是會硬命 對 然後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後面的那顆掉 然後後來大概過了一年之後 然後我又再... 還是咬硬的 對 還是我另外一顆 又把它咬裂了 然後又要再植一顆 對 我剛剛要講的意思 也許我在組織這個節目 學到很多 可是記得了那麼多嗎 記不了 你現在下次咬螃蟹 我還是咬 只有旁人提醒你 譬如說喝熱湯就好了 對 你為什麼喝那麼多熱的湯 有嗎 有嗎 其實皮都破一層 從明年開始都喝冷湯 那咬硬的 還是繼續咬 跟我一樣 我也是咬硬的 我們這是屬於 狗改不要吃 為什麼 吃骨頭對不對 吃骨頭 等一下 我自己在那個 就是尋病房的時候 我曾經就是有遇到一個 就是老公躺在床上 然後老婆去照顧他 結果後來照顧照顧 就連那個老婆自己也跑去 就是復健 因為他每天都在幫他老公 就是搬那個翻身 就像剛剛中醫師說的那樣 翻身 然後拿輪椅 就是他彎腰 一直一直不斷地重複 每天幫他做一樣的動作 結果後來有一天 我發現他就開始帶護腰 然後護士就叫他 去匯整那個復健科的醫師 結果沒想到 復健科醫師 從此來看他老公之後 也要順便看他 然後趁他老公在就是睡覺的時候 他要再偷偷跑到樓下復健室 就是趁機就是做復健 好辛苦 對 所以我覺得 平常一些小動作真的 尤其是有照顧病人的 不是 你可想而知 如果是男生照顧女生 那力量是大 對 他現在是女生照顧男生 他力量哪有那麼大 他還去不要幫他翻 對 你可想而知 腰一定是最後就要受傷了 對 我以前也帶過護腰 因為其實以前 我們有一個料理節目 常年在那邊煮料理 可是通常電視台的料理台 都很低 我覺得特別高 那個不是 對 不是他低是你長太高 不是他 他不覺得料理 後來是帶護腰 後來我料理都是這樣料理 腳要很痛 腰很痛 是 我也有經驗 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只是大概起立蹲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姿勢不正確 我一上來 真的感覺到那個 閃電在我腰椎這裡 然後我就 開始叫也不是 也不叫也不是 而且我發現 只要坐下來就超痛 你至於那時候就只能躺 然後後來超害怕 覺得我是不是要半生不遂 然後就很害怕 但後來就是靠中醫 然後也教一些正確知識 可是你就會知道 腰真的很重要 其實小小動作就這樣 立正你如果練得再強 比如說你每天在田徑的 或健身的 你只要腰閃到 下半部就是沒力 沒力 使不上力就是使不上力 完全失去知覺 很可憐 看第五個 來 我長期擠眉弄眼自拍 小心皺紋找上你 那小朋友 大家是不是這樣 我 不是 還在沖嘴嗎 這個自拍是會 但其實我們這把年紀 是不能再這樣子擠眉弄眼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本來就愛笑 我從以前就愛笑 所以我的那個法令紋 其實真的就會比一般人深 那平常的時候 可能就說 那你就不要笑 我說不行 不笑 他法令紋已經在了 他會看起來很兇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我就 我有一個朋友 他後來他有去 他說現在其實所謂的醫美 已經變成一種進階的保養 他說你其實可以 運用其他的一些方式 這應該是打玻尿酸 對 現在的那種玻尿酸 它其實是 然後他就建議我說 我可以去諮詢醫生這樣子 那我想說 好 我們來做一下 因為你看你擦一般的保養品 了不起可能就是皮膚 其實要真正進入我們 已經失去的那個 所謂的膠原蛋白的 那個很深層的肌膚的底層的時候 其實是稍微有點不容易 它有像外國人常常 你看注意看 它輪過深 對 所以它這邊又凹下去 這邊 眼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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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凹下去你會看特別老 對 而且這邊特別深 對 所以它必須要去打填充物在這邊 對 但現在其實又有一種是那種 所謂的應該就是說複合型 怎麼說複合型 其實玻尿酸除了可以填補 它其實還可以拉提 它可以拉提 然後再如果你比方說有一些 不管是你已經產生的細紋 或是其他的一些表情的那種 比較容易的肌肉 其實你還可以搭配所謂的那個 就我們講的肉土感去 對 其實是雙管齊下這樣 然後現在因為那種玻尿酸 它是 我剛剛講它是所謂的凝膠式的 它其實又很皮膚 就是你在做完修護完之後 你會發現它很自然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說 我就怕痛 我就怕痛 可是它裡面其實已經有多了一個麻藥 所以當你在打的時候 你的那種不舒適感 其實會比較消失 沒有打過的不知道是什麼痛 它是因為 就像你的地底下空掉了 對 你要填水泥進去 所以填的時候 空的當然不會痛 可是你幾刀肉就會痛 對 對不對 是這個現在有麻醉的 對 現在其實麻醉 其實那個疼痛感 其實就比較不會有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它自然 然後再來它又可以讓你看起來年輕 所以現在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一般的保養品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 已經沒有辦法 就是這麼的根本 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對 它有一點年紀 我覺得其實它已經算是 另外一種保養的方式 但是你用的要注意 因為像我以前開醫美 那衛生署常常會來抽檢 就你用的牌子是不是這個 優良的牌子 對 有的人會去買那種水貨 水貨 對 這個就真的要問一下醫生 對 像這個剛才有提到 就是說法令紋 我們其實法令紋 它是從動態的 就我們笑的時候才有法令紋 那變成靜態的 靜態就會讓人看起來 特別顯得老 苍老 那其實這個 包含我們法令紋的治療 其實剛才 我們為什麼不是純粹填充 我們事實上應該是要先著重拉體 所以可以從很多的方式來拉體 比如說玻尿酸注射拉體 然後再來做填充 那這個凝膠型它的好處就是 柔順治療 因為它跟我們組織會非常相融 融合 好像就融成一體 不會像這個一個異物感 讓你很明顯地看出來 這個好像就是明顯有打過的痕跡 那這個凝膠型的玻尿酸 它有個好處就是比較長效性 已經國外很多文獻都證實 它有一年到一年半 甚至兩年的效果 那我們自己的經驗也是類似相當 那在我們這個現階段的醫美 會提到這個所謂客製化 客製化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依照這個人 他的臉型骨架 那你依照他客製化的去治療 那我們就可以搭配不同的玻尿酸的治療 比如說玻尿酸用凝膠式的玻尿酸 做深層的提拉 還有底部的支撐 然後再做淺層的填充 讓線條變好 那再搭配這個肉毒精準 而且讓你會行得很自然 因為我們其實打肉毒最怕的就是很僵 對不對 一看說你是不是打過肉毒了 對不對 那你一看就是肉毒臉 那我們是打肉毒的目的是 但是還是非常自然 可是這個東西跟產品有關係 這是醫師的技術 產品還是有關係 因為有的產品它擴散比較廣泛 所以你就比較容易會發生 影響到周圍的肌肉的問題 當然醫師的技術還是非常重要 對 我覺得醫師技術當然占第一 當然你的品質很重要 可是客戶去並不會選擇什麼牌子 那所以就是要靠醫師來幫助 跟客戶溝通 那因為你這個產品 就是它要有很好的塑形支撐能力 又不容易移位 這是一個重點 當然選醫師 醫師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選擇一個好產品 好的醫師 然後這樣可以給你一個 客製化的良好的治療 是 大家說培養好的習慣很難 但是你有聽說過21天效益嗎 意思就是說同一個動作 同一件事只要持續做21天 就能變成你們的習慣 我現在回去開始 很難 甘蔗可以先做 可以先改 甘蔗 甘蔗我沒有常咬 那是因為節目吃了 生活當中有很多惡心難改 這些你以為不要緊的習慣嗎 沒力沒力嗎 卻可能替你的身體帶來莫大的危害 譬如說我們肌肉痠痛 吃止痛藥 按摩就好 到底會有什麼毛病呢 其實橫紋肌溶解 應該不會是按摩造成的 就是說很多是它過度的使用 它高估了自己的肌耐力 然後可能就是過度使用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 肩膀的肌腱 其實它發炎久了之後 它會產生鈣化點 其實會小石頭在那個地方 這是東西腰受痛的 它是會半夜跑急診 然後跟你說 我的骨頭是不是骨折了 我之前遇到一個媽媽是這樣子 她大概是40幾歲接近50歲的婦女 然後她某一天來的時候 她就這樣整個手端進來 她說我的手就突然不能動了 然後她覺得說是不是骨折了還怎麼樣 我說你有去撞到 跌倒 車禍什麼嗎 她就說都沒有 然後我再問了一下她的病史 她就說沒有 她只有前大概這一兩個月以來 她的這一塊肌肉一直覺得很痠痛 然後這一塊很痠痛 肩胛骨肛膀 就自己幫自己診斷 這個肌肉痠痛 她是有去按摩 貼藥膏 針灸什麼的這樣子 但是她說跟她這個肩膀抬不起來 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後來幫她照一次光一看 就大概是長一個像這樣子 她的肩關節其實好好的 沒有問題 骨頭也都沒事 但是她的肌腱已經有一個 大大的鈣化點了 所以其實鈣化性肌腱炎 她這肌腱反反覆覆發炎 那她發炎久了 她會讓我們的一些轉化的肌腱 她本來應該是轉化成正常的肌腱 但是她變成走到 鈣化 軟骨 骨頭了 所以看到的時候就是說通常會很痛 會痛到整個舉不起來 那一般來講我們就跟病人講說 那我們就是要吃點藥 打針 復健 甚至你如果真的覺得好得很慢 還可以有一些更進一步的 至少什麼體外正波的這樣的儀器 對 那在這邊要矯正一個觀念 很多病人當她看完這個東西 這個鈣化點之後 第一個反應就是 所以是這個鈣化點害我很痛 害我抬不起來 那我今天是不是開刀挖掉我就好了 錯 其實就不是的 你要想它本身是一個結果 它是肌腱反反覆覆發炎 久了之後它才會產生這樣的鈣化點 開刀不能來 要怎麼讓鈣化變成完整 一般來講如果是小的鈣化 它可以藉由一些 熱療 鋁療 甚至體外正波 去幫助它局部循環 你現在有這種病人嗎 很多啊 你就叫他每天都到這裡 對 這個病人很多 這種病人非常非常多 而且很多人自己幫自己整個五十間 或是他也覺得說 他這個東西是肌肉痠痛 對 因為肩膀的毛病太多了 是的 所以我最近的肩膀我覺得 我吊單槓不行 可是我可以做伏力領身 那不知道哪裡施力點不對 所以一吊上去就好痛 可是做伏力領也是同樣的 你身體的重量 不一樣 因為我們肩膀有個東西 叫旋轉肌胸 我們肩膀活動不是骨頭在動 是我們的肌肉帶動 我們的肩膀活動 所以其實你的肩膀 前抬 側抬 後抬 你都會頂到不一樣的肌腱 所以很多病人他說 我這樣沒事 但是我前上方抬不起來 或是有人沒有辦法扣內衣 某個角度 對 角度不同 你傷到的肌腱是不一樣的 這樣就要做腹肩了 對 那有時候真的 概化真的非常非常大 然後他真的持續太久都不好的話 是真的可以用手術進去 把它給稍微清掉一點這樣子 那如果說跟五十肩來分的話 有人說五十肩的痛 大概是五分以上的話 那概化性肌腱炎 大概可以到八分 就比較痛 而且五十肩它是 關節活動會有受限 但是概化性肌腱炎的話 它是某個點才會覺得有點痛 所以這是有一點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這邊有遇到的是小學老師 他就是32歲而已 因為常常寫版書維持相同的姿勢 而且寫的時候要看學生 就一直是這樣 一直這樣寫 然後他也不可能換手這樣 所以他一直保持這個姿勢 然後漸漸的越來越痛 他就想說痛就是吃藥 不然就是按摩 再就是貼貼布 對 然後或者是 有時候我來做一點伸展好了 結果就越來越嚴重 他來診間的時候要填寫資料 本來是在下面寫 我們說可以放上來 他是這樣子把手拿上來寫 好準喔 所以吃飯他也是都是彎下去 或者是用左手 我們在透過醫師的治療 三個月還是沒有好 他最後還是靠開刀才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他因為前面沒有好好的做 所以就是拖了那麼久 他等於休息了一個學期 才回去復工 像這些病人每次來急診的時候 我們跟他說 哇 你這個好痛喔 你這是經年累月 你自己以前太多的錯誤的動作 知識去造成的 他們都不太能接受 他說我突然突然這麼動 他是不是骨折了 然後這樣子端著這樣 我就分享我自己的案例的時候 我以前在念博士班要寫論文的時候 我大概連續有兩個月的時間 就坐在那邊打電腦 打了大概兩個月下來 我等到我要上去去口試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我的肩膀根本放不下來 所以其實只要是短時間的姿勢不正確 也可能造成這個問題 剛剛我們一講到橫紋肌溶解 好像大家都覺得說 哇 好像什麼東西溶解掉了 他會很害怕 對不起 這我覺得是這個名詞 翻譯成中文之後 那兩個字讓大家很害怕 叫溶解 其實它那個意思就是 我們叫Rabdomyolysis 英文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它是一個 我們的骨骼肌 橫紋肌 它的 不是整個肌肉溶解不見了 那破損之後就會造成發炎 發炎就會產生疼痛 那有很多的情況 包括用藥 那我們硬酸肌溶其實最常看到 用藥造成橫紋肌溶解 併發症的 就是我們的 施打定義的降血脂藥物 降血脂的藥物 它就是有這個副作用 就是常常要跟病人講說 你回去吃 開始使用這個藥物 我們都會跟病人講說 你回去要觀察一下 有沒有肌肉和酸痛的情況 有的話要趕快回來報告 我們一的是調整藥物 或者是檢查看你的生功能 幹功能有沒有代謝性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假如你本身的體能 狀態不是很好 或者是因為一些代謝性的疾病 比如說你有 假狀肌的抗靜 你本來在身體裡面 它的能量代謝 就需要很多的氧氣 所以你稍微做一點 輕微的運動 我們剛剛講說 劇烈運動會造成橫紋肌的傷害 對 可是在這種狀況之下 包括假如說你有貧血 比如說鐮刀型貧血的這些人 他稍微做一點運動 也可能會造成肌肉的傷害 所以其實要衡量自己的問題 另外就是說你平常如果 不是就有在訓練的人 你一下子義憤填膺 跟人家說 來 我們就來去跑這個全馬半馬 你就給他報名 給他跑下去 那也很可能出問題 就你平常如果沒有經過訓練的肌肉 突然來了一個過量的訓練 也都會造成橫紋肌的傷害 之前有一段時間 我就是很瘋打高爾夫球 那剛開始學的時候 你如果不是一直 就是教練盯著你的話 自己練 像我那時候就很瘋 就每天就自己去練習場打 打幾千顆球這樣 對 就一直打一直打 你知道持續非常密集的這樣打 之後造成什麼情況呢 就是我背後這邊拉傷 右邊背後 因為你知道 那個姿勢不正確 我常常挖土 就我自己這麼覺得 會一直撞 一直撞 就很像在砍那個砍氣這樣 一陣一陣 然後再加上我握得太用力 所以我持續的這樣子練球 大概有一個月超過的時間 後來我這邊拉傷很嚴重 然後手 這邊兩隻手指頭 扳肌子 那時候扳肌子就是那種會這樣 我會張不開 張不開會卡住這樣子 我想說好吧 那我去給醫生看一下 我還是去給那種傳統的整腹 他給我敷藥 熱敷這樣推拿 稍微好像好一點了 因為我那幾天就是稍微休息 不去練球 稍微好一點了 我就又開始了 又可以了 又開始練 完蛋了 接下來練下去 之後又更久了 因為那個板機子又更嚴重 然後我背後 感覺就是每天就是 我連起床都會有點這樣 要車身 然後這樣撐起來 我就沒有辦法這樣上來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把球桿放下 我就停了 我就不打 一直到現在我都不打 對 我沒有完全沒有停好久 後來才好的 引起恆文基隆節原因有很多 其實糖尿病的病人 還有內分泌的問題 就像剛剛宋醫師說的 甲狀腺抗進 但是其實甲狀腺低落 也會造成恆文基隆節 還有維他命D不足 將醫師一直在宣導 不要多塞太陽補充維他命D 還有續酒的病人也會 如果剛好你又要吃止痛藥 你剛好又有糖尿病的話 那就更會引起的 事實上在我們那一科 碰到最惡名昭彰 也不是惡名昭彰 就是最常引起的藥物 其實還是史達丁類 就剛剛宋醫師說那一類 因為降膽固醇 這個史達丁這一類的藥物 它的療效非常的明確 它可以把膽固醇降到 幾乎就是低到很低的地步 它可以就 就減少性血管疾病發生 也可以減少中風的發生 但是它同時帶來的 就是肌肉的病變 那肌肉病變其實 大部分的病人吃到這個藥 只是肌肉痠痛個幾天 後面其實補充一下水分 或者我們藥物調整一下 就OK了 但是有些人 尤其是比較瘦的老人家 沒有病再加上酗酒 他可能就這個的藥物 就直接造成恆文基隆節了 所以我之前門診是碰過 也是五十幾歲的阿伯 那時候他的低密度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超過 一百五十以上就算是很高了 那到二百五十幾 其實他心臟變得風險就很高 我是給他降檀菇醇的藥物 但他就是拿了檀菇醇的藥物 回家之後 他就覺得 配酒 因為我不曉得他吃配酒 會讓他藥效比較好 對 發揮得快 不是 因為他覺得他吃了藥 好像肌肉會有點痠痛 他晚上就是有小酌的習慣 他就發現好像喝多一點 就比較普通了 結果就過了一陣子 他就覺得好像不對勁 他就全身越來越痛了 後來他也沒來過門診 他就直接跑去急診了 然後跑去急診的時候 其實 小便已經變少了 而且流出來那個小便 都已經變成是紅色的小便了 後來那時候跟他抽血一驗 他腎功能的指數 馬上就激酸感就上升得很高了 小便裡面驗出來 都是溶解掉的激紅蛋白 後來這個病人是被我們緊急洗腎 緊急洗腎 把這些毒素跟他洗出來之後 後來他腎功能有回復 是不用到長期洗腎的地步 其實老實說我們常在新聞看到 就是那種很多當兵的被操一操 然後就有橫紋肌溶解決 其實我們在節目還沒開之前 紅中秋是事件 對啊 整個大家都以為是那個 才對橫紋肌溶解有影響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就想說 運動過兩可能就是會有橫紋肌溶 所以就乾脆都不動這樣 不是這樣 亂講 我們常常說 都不動不行喔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竹拳 也會橫紋肌溶解決 就是落床的老人家 你不給他翻身 他下面壓著那一塊 也會橫紋肌溶解 像譬如說一個老人家放在家裡 結果他血糖要吃太多了 低血糖昏迷 躺在那邊躺一天 他送來急診的時候 可以橫紋肌溶解 這一段我站著講 那個 好可怕 有啦 他還是有在動 不過其實是真的 我之前有一個狀況就是 也是那時候也是一直去按摩 然後一直吃紙頭 是因為 今年的才沒多久 就是今年的春酒 我們公司要抽獎 那我們就是在吃板豆 然後他們就說 那心理上來抽 那因為我就想說 那我要以最快速度爬上去 不然我想說 人家一定講說 你慢是因為你太胖 所以就以很快速度 要用跑的出去的同時 我忘了那個桌巾太長了 所以我這隻腳 其實是扮在桌巾裡頭的 所以當我跑出去了 這一剎那的時候 這一腳被桌巾扮在 所以我整個是跪在地上 我剛剛到時候說 你桌巾顏色又跟他衣服一樣 剛剛 剛剛我到時候真的快哭出來 真的好痛 我五秒鐘是真的痛到講不出話 可我想說十幾桌都在看我 然後就硬上去抽獎 可是衝完之後我就發現不能走了 然後到第二 三天 我想說那就冰敷幹嘛之類的 就發現不對 它越來越腫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說拿針 我說你要幹嘛 然後就拿針抽出了大概 20cc的組織液 就從這裡 我去就好可怕 他說你這去照核磁工作 我一照 他說 然後我說那麼嚴重 他說後面的 暖帶 然後他說 他說我說 你哪個眼睛看得到 是運動員 我基本上不動就不動 他說喔好 那你現在不要動手術 因為他說除非運動員才行 就要動那個韌帶手術 他說就讓它慢慢好 可是問題那一陣子 我就都 這隻腳很痛嘛 所以我就只要用這隻腳走 所以到最後的狀況是 我這隻腳腳底好痛 我就知道 一下從我女兒半夜要泡內內 我是真的就是很痛很痛很痛 然後最後就叫我女兒說 你叫 現在半夜就拔拔泡內內 我覺得太好 可是那種狀況就是 很痛很痛很痛 痛了之後 我發現這隻腳就越來越腫 然後我就發現不妙了 我想說最近胖到連腳都腫了 就發現不對 只走這隻腳沒有走這隻 這隻走這裡 結果發現看一次他說 足底筋膜炎 然後就開始瘋狂課止痛藥 然後去給人家交點按摩 去交點按摩之後會好一點點 可是之後睡了一天之後 就還是一樣這樣子 然後最後的狀況是 我老公就送我一個很妙 它就有一個像是崩蛋一樣的東西 然後下面有個像烏龜殼的東西 然後其實它是有點氣墊的 它就有放在腳底的足弓的地方 然後我就用 我剛開始用得很好 可是後面又沒用了 結果老公看了一下那個氣墊 他說 重新你把氣墊啊 然後 我就這樣看了 所以這狀況是 我知道去墊了 然後去紅外線 然後去給人家搶 然後去買氣墊 加有足弓的鞋子 才慢慢好一點 多久弄 現在好了嗎 我現在還沒好 其實在傷患的那一隻 就是要多保持休息之外 其實你可以想辦法 有一些支撐的東西 讓你的兩邊受力 可以稍微平均一點 所以你說叫我拿拐杖 可以儲嗎 有點像拐杖的雨傘 最危險 你把身體的重量 對 不要都是好測的那邊在沉重 因為那邊真的一下子承受太多 它也沒辦法休息 那就好的速度就有變 這這麼愛面子 你這樣就撐了一點點 人家還會讓殘障 這樣撐到一點點 我不用 我不用參加 就讓我會去坐公車 阿桑就騎 他說 你懷孕了請坐 你坐坐杯啊 像是我一個 四十幾歲的男性的患者 他其實是工作的忙碌 那他身上幾年前就開始有一些 彭色斑點帶一些白白的血 他覺得是十整 所以他就自己去藥局買藥 每次都去買類固醇擦一擦 就覺得止癢了 好像比較好 那他就不管他了 大概過了幾年過後 他就開始覺得 他的那個腳踝的地方 常常會隱隱作痛 然後他那時候只是覺得 會不會是他工作常常要久站 所以他覺得長期累積下來 這是一個工作的傷害 所以導致他的腳踝一直腫脹疼痛 那就去同一家藥局開始買 膠原止痛藥吃 吃了就比較好 所以他也就沒有管他 直到有一天他發現不太對勁 他連腳趾頭都腫脹起來 像香腸一樣 紅紅種種的 還變紫紅色 他覺得事態不對勁 還是去醫院看一下 那因為身上有一些斑點 所以就被轉來皮膚科 我們一看就立刻想到 他就是乾淺 乾淺這個東西 除了身上會有一些紅紅的斑塊 帶一些銀白的屑屑之外 有大概15到30%的患者 會伴隨乾淺性關節炎 那乾淺性關節炎這個東西呢 就會讓你隱隱作痛 你會以為是不是我扭傷 但其實不是 這個東西它如果不及早治療 是會 所以如果你的關節變形以後 是會不來的 來 到處摸 手都沒洗乾淨 當新細菌 病毒入侵 感染機率會增加的 以前其實我們在醫院平靜 還沒開始之前 院內感染其實各醫院 過去都要面對的問題 不管是國內 國外都一樣 所以其實大家都在 對院內感染 到底是什麼原因 就是很多的研究 所以醫院用了很多的力氣 買消毒液 所以以前早期的醫院 你進去聞到那個消毒水 味道很強 對 然後很多動作 都一定要戴手套 那慢慢的我們發現 也許器界會傳染 所以開始引進那種 一次性拋棄式的器界 可是院感都還沒有 沒有減少得很好 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發現是醫生看病 摸完這個病人 沒有洗手要去看另外一個病人 這才是一個感染最大的來源 還有我們的聽筒 聽筒聽完這個病人 又再聽下一個病人 中間也都沒有差 這都是以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很多的感染 都是因為從這個病人 到那個病人 所以最大的院感的來源 其實是醫生沒有洗手 因此後來就強迫 所有醫生一定要洗手 甚至於因為洗手 還列入貧健的必要項目 洗手這件事情的威力有多強 就是後來發現推行這個 全院全國的醫院都洗手之後 院感的比例降了大概90% 那麼厲害 也就是說90%的院內感染 是因為沒有洗手造成的 那連洗手 你看我們現在小學生 教他濕搓衝膨擦這個口訣對不對 醫院每一家醫院 為了這個通過評鑑 就發明各種不同的口訣 叫醫生來背 就是還要考試 我記得我以前還去受訓的時候 還要考試說你來怎麼洗手 來洗給我看 我們叫做內外膠扣轉指尖 內外膠扣 就是這樣嗎 洗的時候要先洗內 裡面直接洗對不對 外 外面要洗 交叉要洗後 這好彈性愛 然後要扣 拇指要洗 好愛 拇指要洗 然後最後轉指尖 指尖 指尖要洗 指尖會常務納勾 對 就這樣洗完之後 你要在考官的面前說 這樣洗 這樣子醫院評鑑才會通過 而且你不能用手開水龍頭 不能用手開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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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的水龍頭 用腳 感應師還有腳踩 現在門診大概都是用感應師 對 早期你看開刀房其實都是用腳踩的 到處都有壓緊式的酒精的消毒液 那個其實大部分是給病人用的 就是你病人如果上樓梯 那個時候其實 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發展出來 是SARS感染的時候出來 出來之後就發現說 其實接觸這件事情會傳染 尤其是有一些病毒 像SARS病毒 或者有一些感冒的病毒 或是腸病毒 或者是我們現在很容易造成 上屠下屑的 諾若病毒 這在空氣中存留的時間都比較久 所以比如你飛沫 噴到桌上去 對 它在大概48小時之內 有的時候還有傳染力 不小心摸到 好文章 所以你看我們都建議說 如果你有感冒 請你戴口罩 不是你旁邊的人要戴口罩 是生病的那個人要戴口罩 你怎麼噴都噴在口罩裡面 對 我在講一個案例 其實聽起來有點可怕 就是在2008年的時候 有一個結合病的 開放性的結合性病人 他事實上是最大的問題是在於 也就是說他因為沒有好好治療 所以第一次抗生素沒治好 產生了抗藥性 必須用第二型的抗生素 到後來他對各種抗生素 免疫的 對 這種病人其實是需要被隔離治療的 可是這個病人被 不能說關在了 就是被隔離在台中醫院的時候 他覺得他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他很不高興 他就逃離醫院 逃走之後他就躲在山裡面 躲了好幾天 那個事情發生的是5月14號 搞到後來疾管局 當時的疾管局 就發出 等同是通緝令 他就把這個病人的特徵 告訴警方也在媒體上 說如果有找到這個人 請趕快通知衛生單位 結果他躲在山裡面都不敢出來 他躲在海邊 還透過電話找立法委員來觀說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幹了 最後他實在是躲了大概4天 5天左右大概5月19號的晚上 他就到雲林虎尾的衛生局投案 投案之後他就說他感覺到 他被全世界都拋棄了 因為得到這個病 他就不敢接吃人群 他就躲在山裡面躲在海邊 他發誓他沒有接近人群 所以當時疾管局也出來講說 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因為有個開放性的病人 在街上啪啪燥 那這個重點就是講說 如果你身上有傳染病 第一個 請洗手 第二個請戴口罩 這兩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結果那病人有意義好嗎 那個病人後來自願回去之後 就用各種不同的藥物 後來把他送到台南的 那個胸腔病防治院 隔離治療了大概一個多月之後 才把他的病治好 像坐牢一樣的事情 對啊 是 其實腸病毒 它其實也不是一個老病毒 但是因為從大概是20年前 那段時間的一個 全台的一個大流行 然後產生了很多重症的病例 那就是其實腸病毒 其實一型的不變 所以大概一年 在台灣其實上下 大概因為腸病毒中的 死亡的病例應該有脫敗 而且很多是沒有死亡 但是是失能的 就是因為這次病毒 它很快速地去影響到了 我們的中枢神經 影響到我們腦幹 所以不能呼吸 有很多孩子並沒有死亡 可是它很嚴重 影響到腦袋 它不能自我呼吸 所以便要做氣切 呼吸器 這樣一輩子也好幾個 那我自己手上就遇到一個 Case 三四歲的一個小女生 好可愛 待傍晚的時候住院進來 從急診收上來 因為那孩子就是已經燒兩天了 然後食慾不太好 那急診一看就是腸病毒 很痛嘛 因為嘴巴破了膩 他還不願意吃東西 那急診當然就監禁他說 你這個一定要住院做治療 那進來要打針 然後被受限 然後不舒服 他就一直吵說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我以前又請我寇寇說 你去評估看看 因為這個人很想要回家 那我們看完就說真的不行 就跟媽媽勸說 孩子的狀況現在不穩定 而且還在高燒 請他留下來 就那孩子大概是七 八點之後 就開始不太吵了 開始用音 哼 哼 哼 這樣子 然後大概九點左右 父母就說 他的呼吸的樣子怪怪的 我們又再去評估 那孩子就開始有點喘 那呼吸的形態不太對 我們就說 那趕快請那個機器 來照一下網片 那照的時候 他肺部已經白掉大半了 然後大概九點多開始 他就開始出現 口舌很多 一開始大家就想說 腸病毒很多會流口水 他流出來口水 是那種泡泡澡的 然後很喘 呼吸起來不對 而且後來他的泡泡狀 就有點帶粉紅色的狀況 就他整個他呼吸的 影響到他的腦幹之外 他的呼吸的形態是很淺 而且不對的 然後整個肺部就淹水 之後就緊急送入江戶病房 馬上就插管 然後就是呼吸器接上去 然後很快的做監視器上去發現 血壓也開始不穩了 打強心劑 維持他的血壓 慢慢的心率就開始不穩定了 我們就開始急救 其實那時候我們大概知道 因為腸病毒的境況 它那時候一旦影響到腦幹 其實砍也砍不下來 它的重症就像冰敗乳山倒 我們的免疫系統就全部濕了 就是一定是救不回來 可是因為孩子 進來時間實在太短了 大家都不願意放棄 就拼命的急救 大概在四五點的時候 那個孩子就跟父母 也是難過好多次 後來就是就離開 所以孩子當然進來 真的差不多 7個小時左右 那個孩子就走了 但是我現在要告訴大家是 這幾年因為這些停課等等 就是除了行洗手 然後就是教育局 這是教育局 不是衛生局的規定 教育局的規定 希望孩子就是幼稚園 或者是小學國中 只要有兩個小朋友 是長病毒的話 班上就要停課 這樣的狀況其實 大流行狀況有控制下來 慢慢這幾年其實 是零零星星的case 因為它99.99% 其實都會直接好 就那萬分級的機會 有可能會走向重症的狀況 而且大概三歲以下 那為什麼跟父母在講說 為什麼一定要停課 很多父母都覺得說 就退燒了也沒事 只要停一個星期 對 而且家裡又沒人顧 小班就小班 幼稚園老師又覺得說 父母都說 那個小孩沒人顧 要幫他顧等等 然後小學老師又要補課 真的非常非常麻煩 可是因為這個腸病毒 這是病毒 它真的非常的特殊 我們是它的宿主 它住在我們身體裡面 你可是要請PD 你這些飛沫出去 其實大部分 它在2到4個小時 它就是快速會凋理 可是腸病毒 這是病毒 它就是孩子的口水 鼻涕什麼 你拱在桌上 玩具 書本 任何地方 它離開了你的身體 它還可以在外面 從頭到過24小時 而且是非常活潑的狀況 今天放學回家 你隔天來 其實本來殘留在裡面的病毒 它就死掉一大半了 可是問題是腸病毒 你今天下課到明天來 這些病毒還很活潑的 在活躍著 所以就算那孩子休息 他其實他昨天留下來的 這些病毒 還在這個教室裡面 所以為什麼 如果說班上已經有 第二輩傳染表示 就是他是一個 小型的存在的 一個群聚感染 其實我自己有拍 腸病毒的廣告 所以我知道洗手很重要 所以我就幫我們兩個 下一次請洗手 可是有時候一到五的保母在 就是我們快活時間 可是六日 我們真的是 因為要帶兩個小孩有多難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帶去親子餐廳 可是那一次就是我帶我兩隻 去玩親子餐廳之後的 隔兩三天 還沒有馬上當天 就隔大概一兩天之後 我就覺得怎麼怪怪的 然後我就覺得 他們怎麼開始發燒 然後我看到嘴巴 好像有一點點一點 可是沒有破 其實沒有破 所以想說那到底是什麼 我就帶去看醫生 看完大的之後 然後醫生就說 我說還沒傳染 他說怎麼在睡覺下來 算什麼就傳染 我就 就已經覺得很沮喪 他說要去哪裡玩 我說沒有 就在家 然後保母 我說有啦有啦 有去親子餐廳 然後醫生說 就死了 然後我就說 親子餐廳 我們其實一出來 也還是有噴酒精 噴病毒 我們都噴了 可是其實也是來不及 所以最好像是兩個看完之後 我突然覺得 他說 我猴子好像不舒服 我就說想說 他說 他覺得我出發 他說你看 我說為什麼 他說大人很難 他說大人比較難 其實成人也會傳染病毒 像皮膚科門診 有一些會有 像我遇過一個三十足頭的媽媽 來就發現手上有一些 紅紅子子的疹子 它其實就是一些椭圓形 小小的扁扁的小水泡 他就看 醫生我是不是汗泡診發作了 我一看就說 你家裡是不是 有小朋友傳染病毒 他就說哇 醫生好神 神啊 對 老實說 因為這個成人其實也會傳染 只是因為成人比較不會重症 但事實上成人一樣 會有一些像喉嚨痛 或者是手膠脹水泡的現象 我常常在急診 看完長壁毒的小朋友之後 我有叮嚀他們 要跟學校報告什麼的 可是我下一秒聽到的是說 你等一下口罩拿下來 在安清班的時候不可以講 你有來過急診室 因為其實我們很不好意思 和人家七天不能上班上課 對 所以學校就有通報了 對不對 那安清班沒有 然後那個親子餐廳也沒有 對不對 所以這很難控制就是這樣子 像有一次我就有一個年輕的女生來 然後她就是 看起來就是甜美可愛 然後手就很細緻 然後還有指甲這樣 然後她來是說 她手很痛 這樣 然後結果我就說 你這個那麼痛 這看起來很像是病毒的泡疹 然後在手上 我就說那我等一下給你處理 她就突然轉過來跟我說 你可以幫我打IV 原來她是同行 打IV就是打點滴的意思 她想要用打點滴 她覺得會比較快這樣 我就說那你在哪裡工作 她說她在 牙科診所工作 然後 那這樣就知道了 因為她在牙科診所工作 你看她的手那麼漂亮 她一定不喜歡常常洗手 然後她又碰到病人的嘴巴 那病人嘴巴裡面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有泡疹病毒 就感染了 那我就跟她說 雖然指甲很漂亮很好 但是你還是要常常洗手 這是我們的規定 然後後來就 半年後我又看到她 然後她就是手上 又長了一些水泡 可是這次不會痛 然後結果她是 喉嚨痛跟發酵 結果我看到她的喉嚨 她就是腸病毒的喉嚨 然後我就說 這次怎麼回事 她說 後來我想說 那我不要去牙科 牙科病人嘴巴那麼髒 我跟小朋友在一起好了 所以她就轉去小兒科診所 就得到腸病毒這樣子 可是也是一樣 如果她勤洗手的話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對 我兒子在兩歲九個月的時候 曾經因為住院 然後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她算是小兒科裡面 還蠻常見 可能會住院的話 大概呼吸道融合病毒 也是其中一隻 她那時候也是一開始是發燒 然後是你不舒服 咳嗽有痰 然後大概就是 兩三天三四天 那妳知道我們自己也是醫生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在家觀察 然後我們就多喝水 然後怎麼樣 就是先保守治療 後來到了三四天 後來發現不太對 她開始喘了 她連那個胸 鎖骨上面肌肉都開始在用了 就是說代表她的呼吸機 已經開始過度 就是要過度使用了 然後後來去住院 就是檢查是 呼吸道融合病毒 然後就是要 睡那個氧氣罩 睡氧氣罩裡面 因為他們那個 已經那個氣管都腫了 然後他們呼吸不到太氧氣 所以就要弄氧氣罩 後來就是經過這一趟之後 然後我們就檢討 奇怪了 就是 小朋友怎麼感染到的 因為我跟我先生都是 你看我現在當然 我看了一下我們在場的 大概知道我是外科的 我們都是那個 其實是有點偏執到一種程度 我們會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的無菌麵 只要超過無菌麵 通通是有菌的 我就是會 小朋友就是 不是如果鋪餐店 他吃東西吃一吃 突然湯匙沒放好 湯匙掉出那個餐點 有菌 趕快拿起來一定要消耗 其實我們也是很 我們經有一點 我們自己覺得有點強迫症 因為我們要上到的時候刷手 我們是另外一套 就是內面刷 外面刷 我們是用鋼刷那種 每次刷手手都很痛的 就是那種習慣會帶到家裡 所以我們也知道回到家一定 我們絕對就是衣服換掉 洗完之後 我才會接觸小孩 很棒啊 甚至連頭髮就是 在醫院我一定把頭髮綁起來 因為我不要讓他散著 然後接觸到回來 孩子一抱又這樣子 我們兩個就覺得奇怪 我們對於要洗手 然後要無菌種觀念都很強 為什麼 小孩怎麼感染到了 然後後來就問一問 阿嬤就說 那有可能吧 就是我最近就帶他 他最近很愛做那個搖搖搖 小朋友很愛做那個 歷史的那種搖搖搖 而且那個你一定都是要 用手抓著 對 而且頭髮還會這樣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小朋友的設施 親子餐廳這些 真的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感染源 即便你覺得 你知道他碰過了 然後回到家 來 回到家我們來洗手 可是你不知道你碰完之後 然後回到家中間 他是不是摸了一下鼻子 對 他融了一下眼睛 那你這樣講最大的 就是迪士尼樂園那種 大家排隊玩遊戲 是啊 所以我們上去之前 都要用那個酒精跟東西 其實可以 我個人是只要一離開 馬上就把他手抓住了 他就趕快要把他 其實身邊的孩子 不要去玩就好了 健康的孩子可以放心的玩 就是身邊的孩子 生病的孩子 對 就是要在家中休息 像我跟姨姿兩個人 如果我們參加 媽媽家長會的時候 我們兩個手都不太敢出來 因為我們的手又粗 因為我們每天都不知道 洗多少次手 然後我們也沒辦法做美甲這樣子 可是其實手的健康真的很 乾淨真的很重要 會疾病傳染 對 其實還有很重要的一點 會被忽略掉的就是 空氣中的粉塵 PM2.5 還有一些工業的污染物 這些東西其實站在手上 你進口而入的話 其實會引起很多的 神經病變 跟腎臟的病變 我們診就碰到 也是一個三幾歲 他三幾歲 然後他那時候 他就手會抖 然後他先去澄清科那一邊 然後竟然被診斷 說是帕金神絲症 就才三幾歲而已 想說怎麼會那麼快 然後因為他同時又被神經科 有檢驗到他的生功能不好 後來轉到我的門診來 門診來的時候 我詳細問了一下他的職業 原來他是在那個 燃料的工廠 燃料工廠會接觸到一些工業燃料的 後來他就跟我說 他都有戴手套 也都有穿防護衣 然後我就覺得不太對 就是這麼年輕 然後你就會發生這些疾病 後來就幫他驗了一下 他體內一些重金屬的濃度 就如果一驗 他體內的水銀的濃度就過高了 然後我就說你不是有穿防護嗎 原來是說他在中午用餐的時候 他就是手套那一千拿掉而吃後 所以他就直接吃 他也沒有去洗手 後來他同事還要跟我講 他說他兒子 好像最近也有點怪怪的 我說你兒子怎樣怪怪的 他就說我看他小編泡泡很多 而且最近念書都不認真 到處這樣子跑來跑去 他說他的兒子是給他阿嬤帶的 結果後來他說阿嬤家是做什麼 阿嬤家又是開五金行的 但是小朋友是曾天在裡面那邊玩耍 玩耍就是也會拿裡面一些東西來玩 我說你兒子帶給我玩 我們再給他驗一下 結果一驗他兒子裡面的是 金屬那個 而且他的牽的濃度 是正常小孩的五倍以上 對 所以其實也都是 就是家長不洗手 然後回家就抱著小孩 小孩在阿嬤家 又一直玩那些金屬類的東西 玩一玩之後就直接拿東西來吃 想說反正我生命沒碰到別人 這些東西應該不會怎麼樣 但是其實吃進去了 就會造成神經的病變 最近也有研究發現 有一種材質 很容易讓我們注意力會不好 所以像是 如果大人自己會覺得專注力不夠 或有一些情緒問題 甚至影響到小朋友也會這樣的話 其實是因為我們暴露在一個 我們很難去洗手的環境 就是鍵盤 電腦的材質 還有防火的材質 他們裡面有一個叫做 多秀連本的東西 它就會一直飄在空中 然後你摸到 然後小朋友就有統計出來 在電視機前面玩的小朋友 即使沒有開機 那東西飄在他的遊戲區的時候 他去那邊爬 然後就 所以真的一定要緊洗手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你可以洗掉什麼有害物質 我女兒嘛 她現在不到兩歲 那你知道小孩子剛出生 媽媽通常都是神經很緊繃的 不管任何情況 像醫生剛才講 噴那種消毒 消毒 消毒 結果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 我就跟我老婆講 我那時候也是神經大調 我說 你看我女兒這樣子 長得這樣壯壯的 就是身體很好 不用擔心 不用每次都要噴成這樣 結果後來就真的發生了 有一次剛往去遊樂園玩 就是有那種專門小朋友玩的 因為他是小小孩 就是放了很多玩具 然後裡面小朋友就在那邊玩來玩去 這裡玩一玩 那裡玩一玩 結果因為小朋友他們就有個習慣 就是拿起東西來 有時候會放枕 對 那我們會當然看到會馬上阻止 只是有時候難免會就是舒服 對 就後來他就有一段時間 前幾個月而已他就開始發燒 然後拉肚子 就一天可能本來是換六七 五六片尿布好了 他可能會換到十幾片 他拉肚子就拉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突然就來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緊張 趕快送去醫院給醫生看 然後醫生最後是講說 這不是腸病毒 他說是什麼 病毒性腸胃炎 就這樣 對 病毒性腸胃炎 中間就亂撞病毒 對 那他就是說你就是放輕鬆 就是讓他喝半奶 什麼什麼 從那一次之後 我們這幾個月的時間 基本上我只要出門工作 或是到人多的場合 一回家我老婆就去洗手 洗衣服洗澡 衣服脫掉 然後全部他就全部換 就要持續好一段時間 又或者是每次看到電視新聞有人 又因為腸病毒怎麼樣 我們全家就這樣 連阿公阿嬤來家裡 都要先去洗手洗 把衣服換掉 很誇張 這個不要覺得煩 這個是一個好習慣 對啦 對 來 接下來看看 常常熬夜愛用3C 來 傷心肌膚老化 皺紋鬆弛早上門 其實睡眠的時候 是我們肌膚修復最好的時間 可是如果你熬夜的話 它當然就是沒有辦法修復 所以一定會提早老化 那3C產品的話 是因為我們在每次使用的時候 用眼都會緊繃嘛 所以就是長期使用下來的話 我們眼中會容易出現一些緊繃的細紋 同時因為我們低頭的時候 其實對於頸椎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最後一個研究發現就是 如果你低頭大概30度左右 其實你的頸椎是承受10到20公斤左右的力量 所以等於是背一個小孩在上面 對 所以它長期下來會對頸椎造成長期的傷害 那我這邊有個例子 就是有個61歲的美魔女 她是年輕還拍過廣告的那一種 所以她非常重視保養 可是她來到診間 她唯一洩漏她年齡的地方 我一看就是在眼周跟脖子 然後她說這是 奇怪 我都已經很認真保養 買那種最貴的保養品 也很勤於做一些醫美的保養 為什麼 就是沒有辦法 我就問她說 最近兩三年特別嚴重 她說是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你有常常用平板或手機嗎 她說 我晚上她都習慣躺在床上追劇 我晚上熬夜追劇 所以她就在眼周以及博文的地方 去洩漏出她的念 有一天就有兩個女生來急診 那就是坐在輪椅上那個女生 因為她說她的腳前幾天車禍 然後受傷 然後傷口一直沒有好 那我就去跟她講 她就是整個懶懶的愛理不理這樣子 然後講話一講出來 就是那個就是老煙腔的聲音這樣子 那頭髮稀疏 然後皮膚乾乾瘦瘦的 那那個傷口真的看起來循環真的很差 那個就是已經在流湯 然後又好像要好不好這樣 已經三四天了 我就說 你怎麼回事 她就說你看就傷口不會好啊 為什麼不會好 我就說 你抽菸對不對 抽菸的話循環很差 傷口不容易好喔 她沒有很想要跟我講話的關係 所以我就轉過去跟旁邊說 你那天有看到你媽媽怎麼樣跌倒的嗎 結果她就說 那個是我們是好朋友 真的 沒有 沒有 你已經抱了 然後我就很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不好意思 我還是把東西問完了之後 也幫她處理好了傷口 然後後來就 那個旁邊的女生就跟我說 對 你真的要勸她 你幫我勸她說不要抽菸 還有啊 其實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是做酒店的啦 然後也過了我們的青春美好時期 所以沒嫁到人 那我們兩個就開始開早餐店 那開早餐店就是 你要早點起來 我都有很早睡早起 然後可是啊 她就是 迷上那個FB啊 迷上那個韓劇啊什麼的 她都看到三四點 那早上她又要早起 常常會車禍不專心 然後又會跟客人吵架 因為睡不好這樣子 對啊 然後她說 你不是第一個說她是我媽的啦 沒有關係